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WTT沙特大满贯赛事5月4日的赛程非常紧凑 出战选手赛程很密集 在第一天的正赛当中 混双跟男女单打比赛将同时进行 国平选手第一个出战的是林高远 他的出场时间正好是晚间19点 这个时候球迷正好观看林高远的比赛 这个时间节点还是经过申请设计的 专门照顾了国内球迷的收看时间 林高远在单打比赛第一轮将对战中东选手阿奇兹 由于对手是东道主选手 估计实力不会太强 由于这是一场遭遇战林高远也不会掉以轻心的 越是打遭遇战越要小心谨慎 对林高远来说只要不轻敌就能获胜 因为他的打法技术还是挺先进的 在19点35分 另一个国平难队的选手梁静坤 对战欧洲选手哈贝松 这个欧洲选手是一个老将 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经验 梁静坤这次跟老对手卡尔伯格分到了同一小半区 他最想对战的也是这个竞争对手 卡尔伯格的逆转能力确实强 堪称是梁静坤目前最大的外协竞争对手 梁静坤这次的目标是打进半决赛 保持外战不败就完成了比赛任务 梁静坤只要增加比赛的应变能力 还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协选手的挑战 第三个出战的国平选手是王曼玉 他将在64进32的比赛当中 对战泰国选手帕拉南 这也是双方的首次交手 帕拉南还是有一定的前三板快攻能力 衔接速度比较快 而且这个选手的落点变化也比较丰富 只不过王曼玉的实力厚度在那里摆着 帕拉南也就是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 取胜的可能性很小 王曼玉也只有到了八强之战 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 因为早田希娜是王曼玉外战最大的竞争对手 帕拉南的实力无法媲美早田希娜 不过由于双方之前没交过手 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真正的遭遇战 王曼玉技术先进 抗压能力强 相信是能够应对这场比赛的挑战 帕拉南很难阻挡王曼玉打进32强 王曼玉目标可是保持外战不败 虽然下半区的挑战很大 但是王曼玉还是能够克服这些诸多困难的 王曼玉的比赛结束之后 就是国兵选手林诗栋的比赛 这个年轻小将第一轮的对手 是瑞典名将莫雷高德 之前双方在拼抄联赛交过手 莫雷高德当时被林诗栋击败 黎诗栋和对手有过交手记录 应该很有比赛心得 莫雷高德虽然变化比较丰富 但是反手技术太弱 而黎诗栋反手技术是非常棒的 目前的实力都不弱于樊振东和王楚钦 这场比赛只要准备充分 多使用反手技术进攻 基本上就能击败莫雷高德 当然面对竞争对手的战术变化 林诗栋也要在赛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陈梦的比赛被安排在了23点30分 这个时间比赛确实比较晚了 不过陈梦第一轮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选手迪亚科努 由于对手实力一般 陈梦击败对手把握性很大 这场比赛应该没有太多的比赛悬面性 陈梦这次主要的竞争对手 还是日拼选手平野梅宇和张本美和 他的比赛经历主要放在了外战当中 只要陈梦保证外战不输球 就能够拿到奥运会的团体赛名额 王曼玉如今外战成绩很稳定 是能够拿到奥运会单打参赛名额的 另一个国兵选手王储钦的出场比赛时间 是在5月5日0点左右 不管是王储钦还是陈梦这次比赛时间是最晚的 估计很多球迷要熬夜看球了 王储钦首轮的竞争对手是法国选手西蒙 高词 西蒙在中远台的反拉能力很出色 估计会给王储钦带来一定的比赛威胁性 王储钦的前三板进攻压迫能力很出色 只要不被竞争对手给带节奏 是能够取得这场比赛胜利的 这次王储钦的目标可是夺冠 所以第一轮的比赛是必须要拿下的 打好外战的比赛已经是每个国兵选手的主要任务 王储钦虽然排名更高 但是比赛压力还是有的 正在第一天国兵六将一起出战 孙颖莎 马龙这些选手在第二天才会出战 看来由于参赛选手众多 这么多国兵选手一天之内是比赛不完的 除此之外外战选手的首轮正赛也很有看点 19点十分日拼选手平延梅宇首轮比赛 将挑战斯洛伐克选手库库拉克瓦 平延梅宇实力还是在对手之上 第一轮比赛是能够拿下的 通过首轮比赛以后 能让球迷看到他最近的比赛状态 平延梅宇一直是这个奥运会周期 国兵的首要竞争对手 相信教练组会关注他的比赛表现 19点35分将是早田希娜的比赛 他的竞争对手是资格赛的选手 早田希娜的比赛和平野梅宇的比赛是挤挨着的 另一个日拼主力选手张本美和的比赛时间 是在晚间20点45分 看得出来不管是日拼选手还是国拼选手的比赛时间 大部分都是在黄金时间段 这次沙特大满贯赛事举办方还是非常贴心的 把黄金比赛时间段给到了国拼跟日拼选手 这也有利于球迷观看 沙特大满贯赛 国拼于今日出战 国拼五朵金花的孙颖沙没有比赛 但此次他的谦位挺难 如果想最后夺冠 估计得打五场内战 首场对决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的刘欣颖 如果获胜 将会面对梅谢福与资格赛打出来的球员中间的胜者 晋级后 孙颖沙极有可能会对阵中国香港选手朱成竹 这还只是四分之一区上半区的对决 下半区还有钱天一和陈信彤之间的胜者在等着 过了陈信彤和钱天一这关 下一关如果王毅迪能够克服对阵日本选手伊藤美成 或者牧原美忧 那么孙颖沙将要面对的就是王毅迪 国拼五朵金花中 孙颖沙面对陈信彤和王毅迪 想要取胜的难度都挺大 如果不出意外 下半区应该是陈梦和王曼玉的天下 就看二人谁能够笑到最后等待孙颖沙的挑战 如此一来 算上台北和中国香港的两位选手 孙颖沙如果要夺冠 一共得经过五场内战 澳门世界杯孙颖沙夺冠 就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内战催炼 令他在最后和王曼玉的对决中体力都成了问题 相比之下 陈梦半区的千位最好 所在半区两个最能打的选手 是平野梅宇和张本美和 偏偏这两人碰上陈梦 基本都会输得很惨 张本美和平野梅宇面对国拼五朵金花 估计也只能够欺负欺负王毅迪 心里都会不同 所以不能以澳门世界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外战 就认为沙特大满灌赛王曼玉依然能够一顺到底 早天希娜在澳门世界杯上一比四败给了王曼玉 但她内心之中是不服气的 所以此意如果二人能够相遇 相信又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当然王曼玉虽然是下下签 但只要她顺利通关 则有很大可能助其上奥运 参加女子单打冠军的争夺